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檢察長 各位貴賓 大家很好 那今天我們前面的幾場報告 其實大概是從生態 或者是從產業的小數目來談 還有一件事情 但是現在這一場報告 我們要談比較不一樣 就是從一個法律 一個執法的角度來談 好 那這個聯邦國的海洋公約裡面 其實它規定 各國其實對於這個海洋 有保譽跟保權的這個義務 那這樣每個義務呢 落實在服務業管理上面 就是說每個國家都要訂定 相關的國內把 軍防權 海洋的生態環境 還有避免海洋環境的惡化 那因為海洋的資源 從我們剛剛的機場報告裡面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它有相當的再生性 所以你說在漁業上面 如果我們也採取一些衝擊解管的措施 比如說對一些漁法 或者是對一些物種 只是一些淨於區 或者是淨補這些管理措施的話 其實海洋的生物資源 是有一些再生的可能性 但是這樣的一個管理措施 它必須要有一些相對應的處罰 行政處罰 刑事處罰 而且也必須要強而有力的執行 它才能夠去達到這些管理措施 它所要規範的一些目的 好 那我們這一場報告就是來開談 澎湖地點署還有澎湖縣政府 農運局還有一些相關的司法機關 還有澎湖在地的一些民間團體 在打擊非法研究上面所做的一些努力 我們首先來看看 這是澎湖縣從民國四十年 到民國一百年之間 六十年之間 進海內漁獲量的這個曲線圖 那我們來看看最後這一段 從民國八十年到民國一百年的這個曲線圖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漁獲量 是呈現雪風池的下跌 那漁獲量從這個四萬一直下降到五千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只有在這二十年間 我們減少的漁獲量是減少了八分之七 不是減少八分之一 是八分之七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數據 其實非常的讓人家聰明清清 好 那為什麼這個漁業資源會減少 當然它其實有很多的原因 包括我們前面的幾場報告裡面 我們可能有提到海洋的汙染 氣候的變遷 基地的破壞 當然還有一個因素就是 非法還有過度的遇到 那這個海洋平面資源的空結 並不是只有在澎湖這邊才發生 那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所發布日報告裡面 就提出來說 全球有百分之三十四的目標 海洋目標其實都面臨了過渡跟非法圖 然後都有一個問題 所以之前一直提到的聯合國的 有續發的指標裡面 第四項有關海洋的指標裡面 它的第四項是目標 就是認為一定要有效的管理 漁牢的活動還有終結 過渡漁牢 終結非法 未經管制 未經生法 還有破壞性的漁牢 好 那我們澎湖地點 有願不尋容假觀 我相信這個我們澎湖是 在澎湖地點都對他非常熟悉 他是一個非常正直 也非常有熱情的一個獎官 也是澎湖在地 土生土長的在地的漁家子弟 所以他對這幾十年來澎湖漁業資源的 這個枯竭跟減少 這樣的一個變化 其實他非常的憂心 但是他認為說 雖然這個漁業管理機關 也定義了一些相關的漁業管理措施 但是這樣的管理措施 也必須要靠強而有益的執行 他有辦法去發揮他的作用 所以呢 他從百五年開始 就在澎湖地點所倡議 可以能夠召開一個查清非法 魚郎的專案會議 那召開這個會議的主要原因就是 希望以假官作為核心 以假官作為相關的一些主管機關 他們在執行相關法律的時候 最強而有益的後盾 能夠強化這些相關主管機關 他們的執行不施 所以他找的是警察 海巡跟農漁局 那這些單位呢 當然有他們各式不同的主管權責 警察是負責罪刑付法 遺受犯罪 海巡呢 海上的執行 包包了一些船火 進出港的管理 查慶船地 農漁局的部分 主要是漁業的管理措施 他們對於漁具 漁法 還有步驟 這些相關的管理措施 其實他們是最專業的 而且呢 他們也要負責行政財法的權責 那107年 胡遜龍假官 他調到最高檢察署 訴訟準確辦事 那111年1月 北任澎湖地監所 但是他對於這個家鄉的海洋資源 非法非常的重視 也認為說這個是他 非法成為旁貸的一個責任 所以呢 他擴大了這個 打擊非法運動支部平台 首先就開創了全國的一個先河 首創就是引進了民間的力量 建立了一個公司 合力查慶 非法運動輪模式 他引進了這個海洋保育施工隊 來加入這個平台 而且呢 也為了應應這個東湖的海域 有這個海洋 澎湖南方司島 國家公民管理處的成立 那有部分海域 其實是屬於國家公民管理處 這邊的權責 所以也拿進了海洋國家公民管理處 東景管理站 還有呢 這個保七大隊 第七大隊 南司島場隊 好 那 我們在今年的這個平台會議裡面 也納進了 海洋會 江湖保育戰 好 那這個平台呢 就把這個 有關於民業的相關的主管機關 全部都一起納進來 那平台運作的模式 大概是按照這四種模式來進行 我等一下會一一來做介紹 首先就是加強機關的協調 避免起發漏洞 因為我們剛剛可以看 聽得出來 其實它所涉及到的主管機關 行政機關 其實非常很多 那把這些機關納進來 頭納進來之後 一個好處呢 就是說 這些機關都可能透過這些平台的 歐通聯繫 來避免產生一些漏洞 像剛剛所講的 洪湖附近的海域 非常的遼闊 那有部分的海域是屬於 國家公園區 是屬於國家公園管理處 守護者的權責 那一般的海域 有關於無業的部分 有關於行事採法的部分 是屬於農運局 那把這些相關單位 納進來之後 把權責劃分清楚 就很清楚的可以了解說 做法螢號行為 發生的時候 到底是在哪一個單位 選擇海域裡面 做一些相分應的處理 那還有一次 漁業的管理 其實相分應處罰 包括了行政的採法 也包括了行事的處罰 因為它管理處是強度的不一樣 但屬於它的處罰 也有不同程度 那大家一定認識到刑事處罰 當然是屬於地監署 屬於法院的這個權責 但是有關於行政採法不辦 就涉及到的是農運局 還有涉及到海域國家公園管理處 好 那把這個相關單位一起拿進來的話 也可以避免就是說 這個行為到底是屬於行政 還是屬於行政 其實有些王國地帶 那導致這個法 沒辦法去執行這種狀況 好 那有關於行政採法 那些非法遺牢的太陽 那我在這裡 只是簡短的做一個介紹 那最主要是 從這些太陽的一些 簡短的介紹裡面 來引出就是這幾年 這個查清非法遺牢的體態 再來環境這個地區 所查獲的一些案例 那基本上我們這邊所處理的 這個有關於非法遺牢的行事犯罪的話 其實大概可以分成三個 初分成三種類型 另一種就是 毒電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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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依照預約法裡面規定 它所處罰是最重的有太陽 它是依照預約法定六十條第一項的規定 它是要屬於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 是屬性的犯罪 那第二種類型就是 違反公道的最慘重 就是財務或處理的限制或禁止事項 或者是這些赤土的 包含跟持有的限制或禁止事項 那這個是依照優約法定六十條第二項的規定 是要處三年以下有時出現的犯罪 那違反公道的依據 違法限制或禁止事項的話 依照優約法定六十條的規定 它是處六月以下有時出現犯罪 那目前其實 鴻湖地區的毒魚跟炸魚 在這幾年 查清非法魚浪的這個平台運作底下 其實毒魚跟炸魚的這種情況 已經是比較少見了 那在之前指這幾年之間 大概查過這個案例 就是說在炸魚的時候 也同時炸上了事情 所以你說這炸魚 不只對這個海洋生態的環境 造成很大的口罰 同時也會對自己的身體到呈現危害 那這個案件經過假官依照違反 強化大疫苗道事業管制條例的規定 起訴之後 把公布定月次判處的基督信優約確定 那電雨的部分 其實在鴻湖地區還是有這樣的案例發生 那鴻湖地區這樣的電雨的方式 大概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你潛水器 潛水打魚的時候 然後將魚槍通電 然後來電雨 那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通常它的漁獲量是非常的高 而且因為它所潛水電雨的這個目標 通常都是比較大的 經濟價值比較高的魚 那這些大魚在通常也都是在它屬於班值的時候的種魚 所以潛水電雨其實對生態的影響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另外一種就是在通往尤其是下坡的部分 再往上通電來提高它的漁獲量 那這是去年 吳賈班率隊去機場的時候 水潭獲得一個案例 那當時吳賈班也扣押了兩艘的船舶 那起訴的被告總共九個人 經過集中船長 是經過澎湖地獄開除有情出性 一年一個月 那環境四年 那環境的條件就是 要跟國庫支付二十萬元 其一的船舶是探除有情出性六個月和百十兩年 那再來就是有關於 水潭共識部的一些財布 或者是持有辦法一些規定 那以下介紹的一些案例 我想可能贊助的各位 應該都從媒體上面 大概都看到這些相關的案例 那首先要提到的是 彭幕特有種章魚 我想這個應該對於在座的 這個彭幕鄉親 可能對彭幕特有種章魚 有非常特殊的感情 好 因為彭幕特有種章魚 著有稱號就是說 這是馬祖婆給彭幕四民的禮物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有在元孝節 過號 然後馬祖先生 也就是這段期間才會出現 好 那這個彭幕特有種章魚 目前已經被列為是一個 冰尾的物種 好 所以呢 這個農民局還有公告說 每月三月九日到四月十二日 就是這一段期間 是屬於禁魚群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透過 禁魚群這樣的一個管理措施 讓這個章魚能夠獲得一些 團結的機會 能夠讓他們順利的繁衍 讓這個特有種章魚能夠繼續得失的呼吸 好 但是目前來講 這個特有種章魚 他的處境還是堪憂好 因為他現在目前的市價值非常的高啊 所以在經濟價值很高 這種狀況下 更是造成說他的處境 越來越危險的一個原因 好 那還有就是剛剛弟子有提到的 馬奮海膽的部分 好 那馬奮海膽的選定是 來騎三面海膽 好 那馬奮海膽是 很多民眾覺得是一個玫瑰 贈收玫瑰 那很多 其實我來要公園之後 其實很多在地人 跟我說以前 馬奮海膽是在海岸在五十七市 但是現在 把奮海膽的數量也越來越算好 這是之前媒體報導 他說把奮海膽數量只剩下0.025% 這樣子的一個數據 真的也讓人家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幸虧 因為剛剛我們廠長也在講 我們現在也有在發展一些人工繁殖的技術 希望也能夠讓這個馬奮海膽的生機能夠展現 那 那 農運局呢 其實對於馬奮海膽 他也有一些 進 進補的一些管理措施 那 每年的7月1日到8月31日之間 禁止柴火處理斑賣 但是 我聽這個同步是在地的海洋製工跟我講說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進補措施 其實在每年7月1日開始開放之前 就會有一些偷跑的行為 那7月1日其實就是馬奮海膽滅絕日 因為過了7月1日之後 幾乎馬奮海膽幾乎已經看到任何的蹤跡 果然我們在去年6月3日 就是他開放財股的前一天 就查過到有這樣的一個案子 好 就是 在6月3日 非馬奮海膽 那經不僅要搬請負之後 馬奮海膽一定是判處的請負刑 2月1日 而且把他的一些犯罪工具 都給身高陌生 好 那還有這個大法羅 好 其實農運局很少以前就公告說 這個 澎湖獻境內 禁止大法羅的犯牌跟死有 但是去年的時候 我們也都從媒體上面有看到 有一家失辭餐廳 因為跟交配人之間的爭議 好 結果眼尖的 恐怖民眾就發現 再大食材裡面 有一大法羅 好 那提出了檢舉之後 這個案件也經過假關起訴 好 經過馬奮海膽一體判處的其中心 二於確定 那有關於魚駿魚馬的一些限制跟禁止事項 其實他的管理措施就更多 那我在這邊也有辦法一列軍好 那在這邊澎湖這邊比較容易看到的是 有違規脫網這種情況 因為這個脫網這個其實有規定他做業的區域 但是實際上在安利省也曾經有差不多 有漁船是違反這樣一個公告禁止事項 那基本上 查信飛馬魚駟的固域 他實際上在進行一些查信的時候 其實他也透過一個 一個社群的軟體 LINE的去組操作 因為現在其實通訊軟體非常非常的發展 而且通訊的功能也非常其實快速 所以呢 在黃埔地鐵的查信飛馬魚駟 我們也是全國首創 應該是目前唯一的一個 查信飛馬魚駟的LINE的群組 那這個群組的運作 基本上就是說 監獲的通報之後 有一些不法行為的一些通報 有可能是對一些重點的倡迫 他們的一些動態 或者是有民眾檢舉 或者是這個海洋施工 或者是相關的主管機關 在巡場的時候 主動發覺有些不法行事的時候 就會在賴群組裡面通報 那相關的主管機關 就會開始來啟動一些查信的行動 然後會到配一些特技生場修正作為 比如說會運用控拍機 會運用AIS 那如果確認說 這個有違反相關的法律的不法行為的話 也會區分 它是屬於行政財法 還是屬於刑事處罰 如果是屬於刑事處罰的話 就會有檢查單位 把你送到體檢所 這邊來做整辦 那這個是平台並實際上在運作的時候 這一些資訊照片 我們的吳甲官會視情況 就算是在夜間有不法行動的行為查示的時候 吳甲官也會親自登船 那我會登上這個協議船去檢視說 誒是不是確實有一些不法行為 那這個平台呢 那這個很特別的點是結合連接的志工 來做這樣的一個查契 所以呢 所結合的單位 包括了 通貨軍島海洋 馬戶志工肯協會 海洋公民基金會 那志工扮演角色 可能在在巡查的時候 通報發現有一些不法遇到的行為 而且志工其實在整個查契工廠上 也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們會提供船艇 來讓這個查契的行動可以繼續 因為目前不管是 洪湖先生的農業區的船艇 或是海區術運船艇 都是吃水比較重 所以你在對一些 潛江區潛水區的一些不法遇到的查契行動的話 這樣的船就顯得比較笨重一點 就會利用這個志工的船艇 來進行一些查契行為 那這個是去年六月聯合報記者所做的一個報道 那當時他有看到這個平台運作的一個模式 也登上了志工的船艇 去瞭解說這個平台到底是怎樣的運作 那這個平台基本上 他是由公司部門一起攜手來業訊 那在出任務之前 也會到地人所或是從文賴會跟甲官這邊做討論 那這邊很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個群台裡面的每一個機關單位 每一個润工 其實他們都建立了夥伴關係 那海上如果有任何的風吹草空的話 會相互提醒同 但是就是這個民間志工 其實在提供的公務門 這樣有一些查契注意的時候 當然他們也可能在地方上註定好 所以之前曾經發生過 還有保育的船艇被傷的這種狀況 那這樣子一個行為 經過假官起訴之後 這個總共起訴五個人 以前經過橋頭的醫院 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兩個月 大部分僅十月不等 所以你從後來也可以了解 其實在查契非法預料裡面 其實可能會面臨民間很大的一個反彈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平台會以捷拿官做一個核心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提供這些行政機關 讓他們能夠放心的去執法 有假官來提供這個交官的後勒 那我們現在查契非法預料的平台 從去年開始大概是 北半年會召開一次的平台會議 那這個樣的平台會議 最主要是強化機構 機關工作的解僑 凝聚團隊執法的共識 那也因為這樣子平台北半年 召開一次這樣的會議 其實已經讓查契非法預料的平台 本來已經跳過他本來只是查契聯繫 他已經透過平台會議的招牌 他已經進一步成為政府機關 還有政府跟民間志工之間的一些對話 溝通的一個場合 所以你說這樣的一個平台會議 其實他的效率是不斷的往上擴大 往外擴大 我們在查契的部分 當然透過這個平台會議裡面 也去檢討去精進 就是說在查契上面有沒有什麼 我們還可以再做的 那這個透過平台的會議裡面 我們也達成了幾點的職業 比如說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的部分 有關於非法預料的行為其實還是存在著 那我們應該要進行一些比較強力有力的勸導 跟強力有力的採取吧 那我們可以看到右邊的這個海報 就是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管理所 他們在今年剛推出來的一個宣導海報 就是要讓更多的民眾 讓遊客也能夠了解 在海洋國家公園管理所調理的時候 應該要遵守一些相關的違反 那另外就是因為查契非法預料的這個舞台 畢竟他的人力跟他的資源跟他的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會實際上去依照這個地劫草性 或者是眾人區域 去安排巡航區域跟物料的點位 那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其實他的能力也是非常明顯 所以他們從今年開始也會加入無人機 來強化他們的查契工程 那另外剛剛也有提到 就是說在查契上面其實並沒有核適產品 所以我們也提案建議就是 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他們能夠編列足夠的經費 因為現在目前有關社工產品 是由農漁局有編列預算來補助出動的殘備 但是這樣的預算 有時候會面臨一些不足的狀況 像去年就是由海洋公民基金會 在寫出這樣子一個經費的支付 那另外就是也是希望能夠目標層面之期 還是希望能夠建造一個 核式協調去直訪的常活 那另外呢海巡署 他們在這個查契配法運動的話 他們跡下核分其實並沒有那麼高 但是其實查契配法運動也是 對於海洋保育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也提案建議海巡署 能夠提高核分來經營團隊的事情 那另外就是有關於行政財法 有關於檢舉的部分 到底要有時 我們要的一個標準 才會構成行政財法的一個門檻 在平坦裡面各個不同的機關 還有跟民間之間其實有些證明 我們也透過這個平台建立一個標準 讓大家知道如果要告發 或者是要檢舉違反這個相關的一個 非法運動新聞的話 你所需要檢舉的一個照片 或者是整個財法的流程標準到底是怎麼樣 另外另外也透過這個平台 也收集這個相不同的機關 跟民間之間對於民業管理政策的一些意見 把這些意見匯整起來 由主管機關來作為一個管理政策 要不要去調整修改有些參考 譬如說我們在平台裡面 也曾經討論過不同頓數的脫毛 他的作業的區域 要不要隨著目前 這個有關於近海 儀宴的儀宴的儀宴管理政策 做一些調整 還有是有關於牽水器儀宴的部分 到底需不需要增加儀宴管理政策 那只是他的管理政策 需要做一些調整 那這些意見 也透過平台會議會整起來 提供給民業署來做參考 那本來是因為講到現實性一頁 我們想到那個蔡萬聖 他之前前官長 他有提到儀宴管理的故事 不過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就今天把這個部分放了過去 那我們在平台裡面 可以辦理專題講座 那這個照片就是我們邀請 前儒宴會 海洋生物研究中新主任 還有前洪湖水主管的官場 蔡萬聖先生來做演講 他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漁業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也提供給我們的平台 就是我們在茶漆上面 有些什麼樣建議的方向 那他也在去年著作的 《拓虎彭湖》這本書 我相信對於彭湖的這個漁業資源 他是最了解的一個專家 來給我們一些指導 那我們也通過這個 《拓虎彭湖》的平台 除了我們剛剛說 跟所他提到的這些 會議的運作以外 也透過這個平台 其實也成功的結合這個器官的資源 所以我們也開始做一些宣導活動 希望能夠提升全民的意識 有全民一起來加入的話 這個才能夠確實達到這個 海運保育的效果 包括今天的這個青年成績論壇 也是透過平台這樣子支援的機會 才會幫我成型 那我想跟海運做其實就是應徵的句話 一個人走得快 但像一群人走得遠 我們也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 能加入打擊非常高的行業 那最後呢 我要引用一個海洋學家 他所說的一句話 他說 No water, no life, no glue, no green 沒有水就沒有生命 沒有藍色的海洋也沒有綠色山川 我覺得這句話說得非常有道理 也非常的讓人誇人深省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海洋是生命的根源 也都知道海洋的資源 絕對不是取之不見、用之不盡 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夠好好的珍惜 彭湖的生物的資源 尤其剛剛有很多專家也都提到 彭湖的生物海洋生物的多樣性 是非常非常的優秀的 希望說大家都能夠建立這樣的共識 讓彭湖的海洋環境能夠有序的發展 能夠生物能夠生生不息 好,以上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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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